好 今年的雙11又快來臨了 優惠今年好像又更殺了喔 由電商平台甚至把汽車都給搬出來了 除了淘寶台灣狂灑了上億元的補貼之外 包括了蝦皮 包括了雅虎跟樂天 優惠的策略也很狂 甚至還推出了新款的iPhone11 最低只要一塊錢 我們除了幫您統整優惠之外 還找專家告訴你 什麼時候該買哪些東西 雙11大戰開打看到電商的架式 是把200萬的賓士名車搬出來 要讓民眾1111元開始競標 真的殺紅了眼 雅虎狂灑上億元補貼 從iPhone11到家電 最低只要一元 刷卡還想18%回饋 另外一家業者打出的是聯盟站 看到這個米奇地店 還有我手上的抹茶蛋糕 是獨賣而且買一送一 從蓬鬆的布丁蛋糕到起司肉乾 下殺1.1折起再回饋11% 都要讓吃貨掏出錢來 3C之外其實我也蠻喜歡買一些零食啊 可能會上5000塊左右 雙11的時候花大概3萬塊以內 我這次最想要買iPhone Pro 各家優惠大統整 樂天強打美食跟家電商品獨賣 蝦皮能抽全年免運券 還有淘寶也砸上億元 推千萬種商品免運費 至於雅虎要靠AI殺出血路 它可以每兩秒自動生成一個廣告 可以讓顧客在11的這個產品上面 看到他更喜歡 會更有需求的商品 不過各家商品白白款 怎麼買才最殺專家有建議 雙11活動的時候 我都會去購買所謂的高價的電子產品 iPhone 11 Pro最新的手機 然後原價3萬5千多塊 那這次透過戰爭活動買 以及透過優惠券 以及聯名信用卡的優惠 我大概也省下1萬7到1萬8左右的金額 全民瘋搶雙11 再次見證庶民經濟強大威力 東森財經新聞 劉輝劉子騰台北採訪報導 雙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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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2 2.4 5-5